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天晚上能够容纳八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那是座无虚席 因为几分钟之后 首届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就即将开哨了 忽然 这个体育场主席台上掌声骤起 周围的观众也纷纷好奇地站起了身 张望 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哦 邓小平来了 掌声的冲击波迅速地辐射全场 八万观众那是欢声雷动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露面 主席台上的他面露笑容 不停地向观众挥着手 足球比赛精彩而激烈 作为一名资深的球迷邓小平身安 要在赛场上取得胜利 不仅需要正确的战术 更需要把握战机 而当前一场科学教育界拨乱反正改变数千万人命运的大事 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科学教育界的代表开次会 他要倾听大家的意见 了解实际的情况 共商发展大计 而这次他是要开个找问题想办法的会 邓小平对方业和刘小提了四个条件 第一个要敢说话 有见识的 第二个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有才干的 有影响的人 第三个是不要找刑事人员 第四个跟私人帮不要有牵连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 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开始筛选拟定了参加座谈会的人选 这对于刚刚上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来讲 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将一部党组就委托我传到了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 就委托我从大学找十五个代表 我跟我们处长们商量 商量以后呢 我们确定了这文革前都当过大学校长 一级教授 学部委员这些内地 这是我们的重点 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思量 教育部从直属高校中签订了十五名教育专家 加上科学院推荐的代表 最终确定下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位专家学者的名单 八十七岁的徐孔石先生 当时作为计算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这本陪伴了徐老四十余年的笔记 记录着那个年代的记忆 如今他回忆起当年科教会的事情 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接着是研究所所长直接通知 说有个重要的会 通知你们参加 你们对外也别说 这意思 从今天开始 你们住北京饭店 这汽车把他们送过去了 那时候汽车还不多 除了科学领域的知名人士和研究人员 距离北京几百公里以外的武汉 正在整理着实验报告的扎权性 也接到了通知 十年52岁的扎权性 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副教授 这个无知无权的普通教师 在文革中已经被迫离开了讲台多年 他一直埋头在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几乎不问世事 但是他接到通知是让他来开会 他在想 中央为什么会邀请自己去开会 带着疑问 没有任何的准备 1977年8月3日 扎权性乘飞机匆匆赶到了北京 他们找我去 说叫我到北京去开个会 什么会 开个什么内容 都没告诉我 接着我去参加一下 从中国各地选出来 出席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代表们 在接到通知后都在第一时间到达北京 安排住进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有的还坐上了飞机 这种破格的待遇 给当时负责采访报道任务的 新华社助会记者顾迈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6月18号到7月23号 当时计划会期间 政治者剩下枯数 天气很热 这些科学家和教授 也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这服务员就给我们端上来 给大家端上来 西瓜 还有九宝桃 那个时候九宝桃是非常稀罕的 没有吃过这东西 与会代表们 绝大多数是科教学的名人和态斗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 和教育部部长刘希瑶 并不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而只是会议的召集和组织者 教育方面呢 主要是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我认识的人 比如说北京大学 周培元先生 复旦大学嘛 就是苏武清先生 当时名气最大的了 1977年8月3日夜晚 经过一天旅途的劳顿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 都已经熄灯就寝了 此时邓小平还没有休息 他把参会人员的名单 又仔细地审视了一遍 名单上 有些是他的老朋友 有些是素未谋面的新人 明天的会能开成什么样 邓小平也是心有疑虑 这是人民大会堂四川厅 1977年8月4号上午 科学与教育座谈会 就是在此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代表 集体来到会场 按照日程安排 座谈会将在九点钟正式开始 直到带队的中科院副院长方毅 向与会代表介绍完情况 大家才知道这次开会的目的 早晨8点50分 邓小平就来了 他的出现让与会代表们很是吃惊 十几天前刚刚正式恢复职务的邓小平 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们在沙发上刚刚坐下不久 邓小平同事就来了 在他女儿邓男的陪同下 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精神绝朔可以说是身材奕奕 我们这些人围着这个厅 这么坐两排两圈 他一进来就顺着这第一圈 和后面第二圈一个一个握手 走路挺有力气 我说了走的地板还蹬蹬想 跟每个人都握手 握完了手还说就握一次 下次开会就握了 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是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公开会议 作为政务繁忙的中央领导人 邓小平推掉了其他所有的安排与工作 将时间都用在与大家的座谈上 为了鼓励大家说话 邓小平当即定下规矩 说什么都行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不戴帽子也不打棍子 邓小平亲自做这会议 他开中免疫地就说 我想做这事 就像中央请因亲自抓教育和科学 这两个重灾区 怎么抓 我也不知道 请你们来 出嘴 希望你们抢说预言 说真话 跟我当个参谋 然而邓小平的开场白 并没有带来会场上的积极踊跃的发言 大家彼此谦让 最后一致推荐年龄最大的一位老教授 让他先说 这位老教授站起来一张口 邓小平的眉头就慢慢地皱紧了 邓小平知道 自己之前的担心并非多余 不敢说真话的顾虑 在会场上不仅仅是个别人心里才有 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知识分子们 都还心有余悸 因为这些人的话 实际上大家彼此都还是认识的 好多还是很熟的 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 大家还是挺高兴 但是也不能说是大家很放开 因为当时到底还是那么个年代 知识分子们的心有余悸 来自于这个群体身上的历史重负 十年动乱是一个知识越多 就越受打压的时代 参会的科教界态斗 大都有过被批斗的惨痛经历 被称为臭老酒的知识分子 有这样沉重的枷锁套在身上 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代表们 谁不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呢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 叫臭老酒 臭老酒 臭老酒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称 把知识分子拍在地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 叛徒 特务 然后知识分子 第一天的科教座谈会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那后面的会该怎么开呢 在小院里散布的邓小平 心头反复考虑着这个问题 这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调动起来 去谈振兴高等教育 培养人才的目标 那就只是一句空话 他决定要站出来 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第二天的会议 在小心拘谨的气氛中开始了 邓小平明白大家心头的顾虑 他脑海里突然闪现出 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句话 这句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 顿时打破了会场的沉闷 老九不能走 小平同志就说了 这就对了嘛 老九不能走 说了又会场 只是一句挥谐幽默的话语 却蕴含着深远的寓意 会场上的气氛开始慢慢热烈起来 发言控诉十年动乱 对教育的破坏 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苏布卿先生谈到 在文革中屡受冲击 号称十八罗汉的研究生 也全部被下放 邓小平很是关注 他当场对方议说 他当场就说你这名单还有吗 他说有 书不停有准备的名单掏出来 他把名单拿出来 交给方议说 你赶快去做这个事情 一个礼拜把他们都请了 这一下子就觉得 气氛就不一样了 邓小平坚定果敢的做法和态度 让与会代表们真正放下心结 敞开心肺 邓小平的话 那是如同浩荡春风 一扫科教工作者 心头多年的阴霾 大家心情舒畅 精神振奋 在发言时 无不畅所欲言 直输胸义 座谈会的气氛更加热烈 可是邓小平的心中 并不倾诉 因为整顿教育的工作 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他始终放心不下的 是如何尽快从制度上改革 才能真正化解 日趋紧迫的人才危机 会上有代表 对当时高校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异议 本科学制缩减为两到三年 其中一半的时间要用于实践劳动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初衷或许不错 但在实际应用中 所学的专业与从事的劳动之间往往难以匹配 造成了在校学习时间的大量浪费 邓就说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全丢掉了 全丢掉了 苏就说呢 为什么他们学不尽呢 二十六七岁了 脑子僵化 抽象的东西学不尽 抽象的东西不容易接受 这些问题正是邓小平内心所忧虑的 要发展四个现代化 离不开科技人才 而要壮大人才队伍又离不开教育 当今的中国正是百废戴心 国家要发展 必须要先解决人的问题 当时依靠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政策 是导致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起 学校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许多新生呢 只有小学的水平 还得补学中学的课程 根本不能安排大学的课程 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 这是邓小平始终忧虑的问题 对当时大学的教育现状 与会代表们议论纷纷 因为你进大学是推荐的 第一你在基层 在工厂 在农村 你表现好 然后还有什么家庭出身好 还有什么什么 最后单位推荐 你就进大学了 进了大学呢 这老师受罪了 我这么讲 你抗议 你抗议是说你讲得不好 听不懂 实际上是你基础比你接不上 这次科学教育会议从始至终 都是邓小平亲自在主持 一年过七十的他 没有一天迟到早退 哪怕有不得不出席的外事活动 他也有着自己的坚持 有一天下午他有外事 接见外宾 房仪就问 说是不是这个会继续开 晚上记录送给您看 邓说不要不要 请 请半天 大家休息 我都要直接听 我都要直接听 夜已经很深了 邓小平还在翻看着刚刚印出来的会议简报 他在思考着 座谈会上大家谈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当下高等教育的现状 的确是触目惊心 如何扭转危局 快出人才 教育整顿的关键点 在哪儿呢 就在距离并不遥远的北京饭店 武汉大学副教授扎全信 这个晚上也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会议即将结束 自己还没有发过一次言 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的话呢 觉得呢 开这次会啊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次机会 如果能够解决更多一些问题 否则错过了也太可惜了 夏末的北京依旧酷暑难耐 扎全信索性起身 敲开刘道玉的房门 扎全信 他当时是52岁师傅教授 他都找我 到我住的北京饭店房间 他说道玉啊 我住了两天 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 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好 我说你来的真好 因为我一直担心这个思路之方说 因为我会前我都调查研究了 觉得是个问题 一直看希望有人发动 没有人没人讲 这扎全信闹出来以后 他说好有一个问题没讲 希望你讲 他一听见他也好 但是没讲 这个问题是重要 我明天就讲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样一个夜晚 随着两人达成共识 一个涉及千万万人命运的转机 即将出现 第二天一到会场 扎全信就在纸上 列出了一份草稿 或许是因为他激动了情绪 在书写过程中 铅笔的笔尖都断了好几次 我当时想可以发言 我就在那个 大家在桌里边 做一些那些写的纸头 那些记录纸 我就说到我大字写了个大纲 然后我就跟进了个大纲发言的 扎全信隶数十六字方针的若干弊端 既埋没了人才 败坏了社会风气 又助长了不正之风 他认为招生工作的重要性 就如同工厂选原材料 不合格的原材料 就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当前大学教育质量 难以保证的根源 就在现行的招生制度上 第二天他讲得很好 他也讲得很好 我也记忆 他说这个 现在光农兵 按照十六字招生防针 他是改造我们的 我们怎么叫他们呢 解放以前靠权 解放以后呢 十七年靠分 现在靠权 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招生防针呢 这个真正的农民工人 孩子上不了大学 发言到最后 扎权性恳切而急迫地提出 要改变招生制度 要恢复高考 而且是越快越好 他的发言呢 引起了这个 科学院的吴文俊啊 王宇啊 唐欧勤啊 很多这个代表的 复义 我们都要求要恢复 科学家的教授 都从沙发后腿站起来 直接只面对面 就给小兵同志提一下 大学应该马上就恢复 教授 这个招生 通过考试招生 要不然学生质量没有保证 与会的科教工作者们 纷纷畅言 要今年恢复高考 他们不知道的是 1977年6月 教育部已经召开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 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会议形成的招生方案 已就研习十六字方针 采用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审的方式进行 这次会议上出台的高校招生方案 当时以上报国务院批准 邓小平专门一开始 专门做的解释 说这个事情呢 说今年的教育部已经开完会了 在网络是同意 还是搞推荐 搞推荐的办 明年开始弄这个 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也犹豫了 他询问身边的刘希瑶 如果今年恢复高考 是否来得及 刘希瑶的回答 让他眼前一亮 刘希瑶啊 这个问题啊 他立了功了 他说了一句话 突然要是推迟三个月的话 还来得及 小平沉思了便客 然后邓小平一锤定 他说道 该吗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该 就坚决该吗 把台院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 这随即到几倍万人的问题 今年开始就该 不要等了 伴随着邓小平质地有声的话语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在久久不息的掌声中 扎全信和很多遇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1977年就要恢复 通过考试 招收学生 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这个话呢 就非常重要 教育战线 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就从那个时候起来的 1977年 中断了11年的高考 即将恢复 所有的遇会者都激动不已 他们庆幸自己亲身见证了 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8月8日 为期五天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恢复高考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扎全信更是迫不及待地启程 他想马上把这个大好消息 告诉自己的儿女 他们正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 被迫扔下书本 在农村工厂 接受着再教育 他想告诉所有的孩子们 高考这扇公平的大门 就要打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